今天的阿公阿嬷当主播邀请到的是下城社区发展协会的五彩城与高宝梁来播报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大家好我是主播五彩城 下城社区在281项打造了一面砖雕墙 构图是以柚子树来呈现 主题叫做烘焙异象 希望借此推展社区已经成立相当多年的烘焙产业 面包蛋糕牛角昂骨桂等美味可口的点心 全都变成了砖雕墙上的主角 正面砖雕墙是下城社区最近在281项巷弄内全新打造 整体构图是以柚子树来呈现 主题叫做烘焙异象 是由下城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陈彦峰所发想 他表示下城社区发展协会成立烘焙班 已经有相当多年时间 小有名气为了能够推展社区特色 因此将社区烘焙产业图像变成了专条艺术 镶嵌在社区巷弄中 为了要推销社区烘焙班的那些食品 那就是因为要增加曝光率 只好用我现在是申请后面的这一块 是文化局计划案里面的 来跟各位讲就是说我社区有这个班 如果有人喜欢的也可以来上课 然后如果要想订的 订柚子面包或是面包类的东西 也可以来社区跟我们老师订 而相城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真子 也亲自参与这次专雕制作活动 他希望这面专雕墙 可以成为社区一日游的解说图 为社区产业创造效益 因为要有这个意象 让他们好像在贴在这个墙壁上 让他们有点印象 看到了 我们这里有烘焙 也有烘焙 要做什么这些成品出来 以前还有红菇粿 还有七角粿 还有什么这边面包 什么种种的 艺术家陈峰显则期待 结合了专雕艺术 能够为夏城这个老旧社区 注入新元素 让更多人看见夏城丰富的人文内涵 70多年被政府列为禁建区 维持它一个很纯樸风气的社区 我感觉这个社区有它的味道在 本身也是这里的里民 那我就把这个老社区的这个氛围 跟我的艺术呢 结合起来 夏城社区目前已经有十多面专雕墙 专雕艺术不仅打造社区新风貌 也凝聚了居民的相信力 更丰富了夏城社区的观光资源 记者是明正门奇新店采访报道 大家好 我是主播高宝莲 新店夏城社区 利用悬置空地 避建一处可食地景 并且邀请重光社区大学老师来上课 教导植物栽种的知识 让可食地景的成果相当丰硕 绿油油的可食地景 是新店夏城社区近期来的心血成果 而这片看起来相当疗愈的可食地景 之前却曾是个脏乱点 经过了社区努力 现在完全截然不同 新店局长林黄元 在可食地景收成的这天 一起来分享这丰硕的成果 和阿公阿嬷一起拔菜 甚至还当场生吃青菜 相当开心 整个一个生态 这个非常的丰富 那个所种出来的这些菜 不只是可以观赏 非常的疗愈之外 他们自己在食用上也非常的放心 像周边所种的这些桂花 他们讲说桂花 以后他们长出来的花 也可以再来做桂花量等等之类的 真的非常好 我看这些大哥大姐 玩得非常的开心 下层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陈彦凤表示 由于社区内长辈多 一直以来都有规划各种课程 这次结合从光社区大学 可食地景课程 让长辈和社区妇女 对于栽种有更多的认识 也让居民多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天地 种菜不是只有一种方法 很多种方式 那之前我们在做的时候 当中有位阿伯就是说 我们把那个蔬菜烂掉的 把它倒在第一层铺的是用那个方式 他以为我们把不要的垃圾丢那边 经过我们跟他叙述之后 他才原来是说种的 种菜的方式有很多种 感觉到非常的好 因为全部都是用天然的肥料 不加任何的农药下去处理的 所以这个菜看起来又新鲜又大 感觉的很好又没农药 又有机的菜 总干事陈彦凤指出 透过不同的课程学习 可以增加长辈走出家门的机会 减缓老化 对于身心健康都大有帮助 而现在又有了这片户外的学习基地 以环保方式进行栽种的可食地景 不使用农药 种出来的青菜新鲜又可口 还兼具美化环境的功能 不仅为社区增添了几分风采 大家欢喜收成更是成就感十足 记者陈小旦 张芳琪 新店菜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